各位同学好 那这题呢很单纯的只是要 让我们算算总角动量而已 那他的参考点是我们的直星 直星XC 这一点是我们的参考点 直星是我们的参考点 那么 从参考点去看两颗球 然后去算他们的角动量再加起来 那我们可以把其中一颗叫一号 一号的话是这个小m 一号 另外一颗是二号 就是这个5m 他说长度 细杆子长度是L 就像我们这张图所画的 那绕直星以角频率ω旋转 那 如果他是用杆子相连的话 那大球绕一圈的同时呢 小球也会绕一圈 因为他用杆子相连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这个角度 这两个角度会一样 这两个用黑色的 画的角度会 一样 那我们的ω 角速率 其实就是 绕一圈的 其实就是 每一秒走多少的角度吗 那既然他 角度的变化都一样 那代表他的角速度是一样 角频率其实就是 角速度 那么 今天呢 我们就来算算看 他的 角动量 那在解角动量之前呢 我们前面熟悉的角动量是 R 垂直乘上P 今天都刚好是垂直 所以我们不用去 考虑这个 不用去考虑他的 夹角 因为今天他刚好是 都是垂直的嘛 都是垂直 速度都会跟你 今天刚好速度都跟R 是垂直的 好 那么 我们 就可以直接把他写成 RP 或者是 直接写为 RMV 今天因为 R和P就是垂直 所以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写 那 在圆周运动时 我们 我们又可以把V 写成跟Omega有关 因为我们今天 题目有给我们Omega 所以在圆周运动时 我们前面曾经学过的是 我们前面曾经学过的是 V就会等于 Omega 可以写为R N R Omega 也就是 MR 平方 Omega 这是 角动量的另外一个 表达的形式 在圆周运动的时候可以用 好那么 那 这一下子呢 我们就可以算了 Omega是大小球都相等 然后我们的M呢 又是M 和5M 所以剩下的是我们的R 我们只要把R球出来 就可以 知道角动量 那R1R2会是多少呢 R1是从 从直心 看到小M 这段叫R1 那从直心看到 5M 这段叫R2 那就要回忆一下 直心的运动 我们在前几题 上一个章节介绍过 从直心看出去的 距离 从直心去看两个物体的距离 会跟 会跟质量成反比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今天呢 N2就是 5M 那N1就是 1M 所以是5比1 5比1 然后整段呢 加起来是L 整段加起来是L 好 好 所以就有点像是车子的那体 这个X1C就占了 6分之5 那X2C就占了6分之1 所以这样就可以写 就可以得到 6分之5就是R1 6分之1就是R2 好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算 角动量了 所以一号物体 M M这个物体的角动量 会是多少 我们用刚刚得到的公式 N R平方Om 所以 L1就会是 它的质量M 乘上 R1 R1是6分之5L 要记得平方 再乘上Om 那L2呢 是 5M 乘上 6分之1L 平方 再乘上Om 所以加总起来 总共的 角动量 就会是 36分之25加36分之5 所以是 36分之30 是 M L平方Om 所以是 6分之5 M L平方Om 答案就是 C 好今天这两个是方向相同 都是顺 都是顺使针 都是逆使针 都是逆使针 所以 你可以直接相加 那如果同学遇到了 一逆顺的时候 就记得要相减 那通常我们是以 逆使针为正 所以答案是 6分之5 ML平方Om 类似的 谢谢观看